這個新宅就是鄭文燦 這是我們這裡的大哥 民進黨主席朱鎔泰 18日參訪桃園螞蟻帝國 幫桃園立委參選人雙正 鄭運棚以及鄭寶欽站台 一行人看著箱子內 已經養了20年的以後 朱鎔泰笑說這以後 就像是桃園市長鄭文燦 很有生產力也很有領導力 在我當市長之前 今年出生的嬰兒是1萬7千人 那現在是2萬3千人 那代表我們的生育政策是對的 鄭文燦的托育政策領先中央 福利政策走在最前面 就連青年創業聚落 都在他任內著手進行 現在我們有做了很多青創基地 在青創指揮部 還有新民創業基地 還有安東創業基地 天地這麼大 萬物這麼多 給螞蟻吃個東西又有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愛惜任何的生命 喊話要愛惜生命 似乎也暗諷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誓言風波 身為任何一位醫師 都應該叫大家尊重生命 而不是叫大家 去傷害自己生命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醫師該做的 何況是一位地方的首長 位自家人站台 也不忘把炮口對外 綠白之間較勁意味濃厚 就是希望從地方開始 站穩腳步 強得先機 歡迎新聞陳明燕 伊麗婷 桃園報導